我坦白說,這個耀光在 iPhone 上從來就沒有不嚴重過 反而是今年還比較沒那麼明顯一點 也就是說 iPhone 一直以來都是一支非常不抗耀光的手機 所以你看,說白了就是一直都很爛 大家好,我是陳寗 在這一支 iPhone 11 上市之後 很多人都喜歡在網路上問說 奇怪為什麼在 iPhone 拍起來會有一個小光點 會有一個幽浮是不是我 iPhone 壞掉啦 這東西你可能看了很多人都會講說這叫做耀光 就是你這個 iPhone 你在拍影片的時候 或拍照片的時候那照片會出現一個 這裡有一個燈旁邊還有一個燈那個東西叫耀光 這耀光到底是什麼呢? 那是不是這一次的 iPhone 特別爛呢? 所以才會出現這耀光呢? 我們今天就好好的了解了解 首先呢,講到這耀光的問題 其實我個人也是很納悶 就是為什麼這一次那麼多人問 因為呢,這個耀光問題呢 在以前的 iPhone 這是 iPhone XS 甚至到 iPhone X 甚至在更之前的 iPhone 都有這些問題 我坦白說呢,這個耀光呢 在 iPhone 上從來就沒有不嚴重過 反而是今年還比較沒那麼明顯一點呢 也就是說 iPhone 一直以來都是一支非常不抗耀光的手機 所以它說白了就是一直都很爛 這樣子裹黑開心了嗎? 它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還有這鬼影也是一樣 所以呢,我們先了解一下它的成因 再來看它到底是不是像很多人說的 其實可以靠演算法來把它避掉 首先我們來看看耀光是什麼 在這個鏡頭 這個 iPhone 鏡頭太小了 你可能沒感覺 我們拿我的這個律卡鏡頭來瞭解一下 這是一顆超廣角鏡頭 然後呢,你看到它是這麼長嗎? 這是蓋子 拿掉就沒有了 裡面呢,其實是一片一片的鏡片 是這樣一個一個一個 從這裡可以看得到 好幾片的玻璃這樣疊在一起 然後就這樣一片一片一片的這樣穿進去 那我們知道啊,如果你在看這玻璃窗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會在玻璃窗看到自己嘛 這就是玻璃的反光 那在製造這鏡頭的時候 以前蔡司很厲害 他知道這個問題會造成我們的困擾 所以他就想出一個方法叫做鍍膜 我們看這個鏡頭 我把它打開 這樣,可以看到反光啊 會有不同顏色的反光對不對? 那個東西叫做鍍膜 當初呢,這蔡司在設計這鍍膜的時候 他用不同的材料 很多你看到不同顏色 他就不同的材料跟不同的鍍法 他把它用真鍍的方式鍍在鏡片上面 那這個光線呢,他就可以做到 穿過這個玻璃的時候 他就直接穿過去,盡可能的不要反射 或者是他可以把不要的顏色把它反射掉 就是這鍍膜有很多的功能 他既可以加強反射 也可以抵抗反射 也就是說呢 就以前 我們在做這個保護鏡的時候 在我的網站 如果你想要看更詳細的文章 可以看我的網站 以前有談過這種保護鏡呢 他的這個玻璃 在製造的時候 因為他一定會有反光的緣故 所以呢 根據測量 他這個反光通常 應該我們不要講反光 我們應該講透光度 也就是你這百分之百的光過來 會透過多少 通常來講 比較好的玻璃像這種 都是大概在95%左右 也就是你光過來 會有5%的光被反射掉 可是呢 這樣子他透光量就不夠嘛 而且呢 可能會在裡面會有一些反射的問題 所以通常會使用 正面跟反面鍍膜的方式 去增加他的透光度 通常呢 這鍍一層可以增加2%左右 所以你前後都鍍 或者是你多鍍幾層之後 通常可以大概到99%的透光度 也就是盡可能讓光穿過之後 就不要再反射回來 可是我們知道 這是完全不可能說完全不反射 所以你看 這樣子還是會反射嘛 但是他已經比一般的玻璃 還要反射更少一些了 那你看 一片都會有這麼多的反射了呢 這個鏡頭 這麼多片 你說他會反射多嚴重 所以你當你這光線呢 我拍照的時候 光線進到這個鏡片 每一片都會反射一次 每一片都會反射一次 最後這樣交疊反射的結果 他就成像在後面的感光元件上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用iPhone在拍照的時候 會出現 這裡有一個燈 旁邊還有一個耀光 就是因為光線在這玻璃之間呢 互相這樣子反射穿透 反射穿透 最後的結果 那因為我剛剛講 他這反射的量 絕對不會是百分之百嘛 不然你就看不到東西啦 所以這個耀光 通常都會比原本的光暗很多 但是 因為畢竟你是在晚上拍 所以你還是會看到一點點的亮 所以這個就是耀光 那有的鏡頭 像這個 剛拿這個廣角鏡 他鏡片是比較少的 所以他的這個耀光 就比較少一點 有的那個鏡頭 他鏡片很多 然後你就會看到那個耀光 是這樣排排站的 你跟太陽對拍的時候 這樣排排站的耀光 這樣傳過來 有的時候 我們看動畫 以前動畫沒那麼仔細 但是近年來動畫用電腦做之後 他畫得很詳細 所以也會把這個耀光效果做進來 比如說像 我們之前看柯南 他那個夕陽下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整排的耀光這樣出來 那個就是為了 模擬 原本我們用鏡頭拍會出現的耀光 那你說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耀光是一個攝影界 從有攝影開始 就一直存在的東西 所以 對於專業的攝影師來說 他非常了解 如何跟耀光共存 而且 把這耀光作為構圖的一部分 讓照片變得更漂亮 譬如說像我這張富士山的這個 FUJI DIAMOND的照片 他就有很長的耀光 那這耀光呢 就是 我覺得我把它弄得很漂亮 就是我讓這耀光成為構圖的一部分 所以呢 你不要去怪這鏡頭 為什麼會有耀光 不會有鏡頭是沒有耀光的 只是說 你能不能把這個耀光 把它放在你的構圖裡面 讓它變得更好看一點 那當然你說 可是我就不要耀光啊怎麼辦 那有一些方法 比如說你把鏡頭的角度改一下 讓那個耀光 弱在你的成像的外面 就不會有了 所以 這個 不要去怪耀光 耀光一定會有的 如果你搞不定耀光的問題 那是你的技術問題 那不是手機的問題 也不是相機的問題 那再來第二個東西叫鬼影 鬼影是什麼呢 這個我就覺得比較是iPhone的問題了 就是鬼影把這個鏡頭你去拍 比如說拍路燈或者是招牌 它會有一個泛光 那不只會泛光 可能還會有一個影子 這樣衝天這樣衝上去 在YouTube有很多人去探討這個問題 不過呢 大部分都是抱怨啦 那你說為什麼會出現這樣 第一個呢 它是因為iPhone 它在側光的時候 它做了一個我覺得不太好的事情 就是它都會把暗的地方拉得特別亮 那當然這是比較討喜啦 就是說你拍東西的時候 你把環境拍得亮一點 當然是好 可是呢 實際上它在做這個過程的時候 它就有一點過曝了 你把這個 你要把整個環境拍得太亮的情況 夠亮的情況下 那個招牌通常就會過亮 所以呢 在我之前做的iPhone X 跟iPhone XS的時候 其實就有探討過這個問題 iPhone X 在拍這個招牌過亮的問題 其實是更嚴重的喔 只要你旁邊有一點亮的東西 它就會有非常長的鬼影 這個就是過曝造成的 那你說用單眼會不會 單眼當然也會啊 你拿單眼去拍那個招牌 然後把它調到外面都夠亮 然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招牌也是整個大爆炸 那就是過曝了嘛 但是你說iPhone 為什麼可以漸漸解決這個問題 它就是用HDR 不要以為HDR只有在白天的時候會用到 在很黑的時候 你拍招牌跟這個外面環境很暗的 這種高亮度對比的情況下 也會用到 只是呢 iPhone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一次的iPhone 11 Pro 它可能演算法改了吧 它的HDR會做的 就是會做出問題來 就會出現剛剛講的 這裡有一個字 然後上面還會有很大的衝天的鬼影 這個問題我猜啦 應該之後可以靠修正的方式把它解決掉 那如果說你現在等不及了 你就是拍影片要 或拍照片不要有這個鬼影 很簡單 你先對焦 對焦之後呢 旁邊不是會有一個小太陽嗎 把那個小太陽往下拉 把亮度降一些 你就會發現那鬼影就會不見了 它就不會有那過曝的問題 那你說之後會不會改呢 我們就期待之後啦 那目前來講呢 iPhone在拍這個鬼影 就是我剛剛講 有一個充電的亮度的情況 iPhone XS 其實做的其實比iPhone 11還要更好 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iPhone XS在這個鬼影處理上 就做得很不錯 所以我們就等待之後的更新 看可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目前來講就是剛剛說的 你把亮度降低一點就不會了 至於耀光了 想辦法跟它共存吧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iPhone拍照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單眼的攝影玩好 你回頭再玩iPhone 你會發現更加得心應手 因為其實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一步通步步通就是這樣的道理 最後呢 如果你對這攝影有任何的想法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再來討論 再來一次喔 最後 如果你對這攝影有任何的想法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再來討論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就說到這裡囉 大家再見 掰掰